观念时刻带您迅速掌握潮流趋势 欢迎收看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首先来看到台湾代工大厂伪创 公告将旗下代工iPhone的中国昆山厂 卖给苹果红色供应链中国力讯 那么这也造成伪创股价重衰 连同鸿海和硕股价也都下挫 这座交易案后续会不会引发iPhone代工价格战 以及对台湾苹果链的冲击受到关注 就在20号一早 伪创股价开盘重衰 早盘最低来到32.3元 跌了超过9% 鸿海则一度跌3.4% 最低来到85元 和硕也难逃下跌 就是因为台湾代工大厂伪创 宣布旗下代工iPhone的中国厂 要卖给苹果红色供应链 中国力讯 未来对于这个组装的这个订单 可能会出现新一波的这个分配 就是未来在这个订单的比重上面 可能会朝向更分散的一个趋势去发展 觉得伪创这一次 透过这个处分旗下的这个事业 来取得一定的这个现金 来投入未来一些新型应用领域的发展 回创近年持续扩展全球布局 并加速投入5G AI等新领域 强化公司全品组合提升获利 不过这回将旗下的中国厂 出售给力逊 代表红色供应链将进一步 抢食台厂的苹果订单 甚至掀起价格阵 大大威胁和硕与红海 这次交易 力逊以新台币约138亿元取得 中国力逊集团创办人王来春 曾是鸿海的员工 这几年随着中共当局的资金补助 并且靠并购上下游 关键零组建厂壮大 一步步进入包裹AirPods Apple Watch供应链 如今透过买厂 有望加速进入iPhone 组装行列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红色供应链蚕食台厂订单 正在逐步浮现 就当中国公司力逊宣布 收购台湾代工大厂 伪创的中国子公司之后 市场开始盛传 力逊也将收购台厂合硕 旗下的饥饺厂凯胜 虽然凯生随后发布 中讯回应 报道来源为市场谣传 不过这也让市场开始担忧 红色供应链或将取代 台湾在中国大陆的 苹果iPhone组装厂 为在中国东莞市的 入场力逊 大动作收购台湾代工大厂 伪创的中国子公司 就连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也大为震惊 iPhone的这一块 这个被力逊吃掉 它就会慢慢慢慢增加额度 回头去侵蚀到 面对力逊开始动作 红海集团下令全面提高警戒 这也不得不提到 力逊董事长王来春 他曾经是富士康的员工 在2004年出资买下香港力逊 从生产连接器起家 先后以入股台厂宣得 投资美率与收购的方式 接入软板与耳机等领域 在2012年打入苹果供应链 而他身边的干部 几乎都是台盖 近期市场谣传 力逊将收购 核硕旗下的机核厂凯胜 虽然凯胜随后发布重讯回应 报道来源为市场谣传 如果外界也开始担忧 红色供应链取代 台湾苹果iPhone组装厂的一大危机 力逊是苹果Apple Watch 和AirPods的主要代工厂 这回又以买厂带订单的方式 抢进苹果供应链 台湾厂商如何突破重围 市场秉极以待 新航亚太电视赵婷玉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近期苹果供应链重大讯息 除了台湾伟创要卖厂 给中国大陆力逊之外 另外就是台湾电子代工 二哥核寿 全出要赴印度设厂 今晚伟创卖厂给力逊 改由陆厂生产iPhone 但是伟创早已布局印度 苹果可加码印度生产 此外也传出了 鸿海核硕前进印度 为的就是扩大 非中国大陆制造iPhone产能 媒体分析 苹果分散iPhone供应链潮 非中国大陆制的策略 已经成型 核硕证实已在印度注册 设立子公司 透露这就是进入印度的开始 而先前外媒报道 传出鸿海计划投资10亿美元 在南印度扩建一座工厂 预计三年内完工投产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 在六月股东会时就透露 将在印度有新的投资计划 印度什么时候适合大量的起来 那现在看起来 这个疫情是有一些影响 那但是大的环境 是未来那边 看起来会有不错的发展 对于中国的产能 现在目前还小 我想明年开始就会逐步的强化 苹果供应链的重大消息 还有代工伙伴 伟创卖大陆厂给力讯 伟创早在2016年就进军印度 设立iPhone生产线 今年更进一步扩大对印度的投资 分析指出 伟创卖大陆厂 可能是客户苹果的意见 要分散生产风险 美中贸易战之下 苹果分散iPhone的供应链 朝非录制的政策 核硕正式投资印度后 iPhone三大代工厂 鸿海为创核硕在印度齐倦 印度由充沛人力进行组装 业界推测印度将成为 iPhone的生产新基地 新唐人的电视张玉田采访不懂 继美国之后 传出日本政府也要拉拢台积电 赴日本设厂 日本独卖新闻引述消息指出 日本政府考虑编列数千亿日元资金 邀请台积电或其他外国晶片制造商 跟日本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合作 产业分析师指出了 美中科技站半导体扮演关键战略角色 各国都在强力进行在地化供应 日本独卖新闻报导 日本政府正打算邀请台积电 及全球其他晶片巨头 与国内半导体产业联盟攜手 重振日本半导体 消息指出计划规模将高达数千亿日元 台积电回应表示 目前并没有相关计划 但不排除未来出现任何安排 一切都以客户需求为考量 台积院产业顾问刘佩真分析 日本邀请台积电 主因为日本半导体结构 缺乏晶圆代工 是急需不足的领域 台积电在五月份才宣布 将斥资一百二十亿美元 在美国设厂 日本也传出邀请台积电赴日设厂 台积院产业顾问刘佩真分析 美中科技站半导体 扮演关键战略角色 各国目前都强力进行在地化供应 同时也要防堵中国大陆 带来的竞争压力 美中科技站其实半导体 它会扮演是一个非常 战略制高点的一个角色 在防堵 就是说中国它未来可能在半导体 做任何的一个发展 那需要借助到其他国家 包括的是在人才 或者是在其他技术方面的一些合作 抵挡未来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之后 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竞争压力 刘佩真分析 日本在半导体强项 在于设备跟材料 以及应用端车用电子跟物联网 这是台积电与日本合作的优点 但以客户端来看 美国是台积电的第一大客户 占百分之六十 而日本仅占百分之五 刘佩真表示台积电需评估 是否要分散过多先进之城到其他国家 建议短期内可建立新型科技领域 发展技术平台等 与日本维持友好策略伙伴关系 全球晶圆代贡龙头台积电股价在本周飙涨 市值更单日暴增五千四百四十五亿元 推升总市值突破十兆元大关 除了改写台股个股市值新高记录 也稳居全球半导体市值最大 全球市值第十二大 遥遥领先三星 专家分析台湾高科技产业 快速因应这波美中科技战趋势 第一波迎接转单行情 第二波还有企业去中化商机 有望带动大盘指数 持续向上攀升 台湾加权指数开低走高 二十二号收在一万两千四百 七十三点二七点 续登三十年新高水位 尤其全职王台积电市值 已经逼近十兆大关 旗下子公司世界先进 股价也直攻涨停 改写历史新高价 法人大买台积电不是没有原因 台积电不光上调资本支出 华为订单迅速被美气填补 美国日本接连力邀 设厂投资凸显技术领先地位 这个护国神三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说技术含金量 非常高的这个产业 它需要台积电过去做一个帮忙 所以台积电目前看起来 已经把他的对手 包括Intel包括Samsung 都已经跑到后面去了 所以我们认为说 以长期的竞争性来看的话 它的EPS一定是逐年的成长 趋势来看外资特别独中台积电 7月17号到7月21号 累积加码29703张 但反观鸿海三个交易日 却被外资盗卖32963张 为何差异这么大 可能外资它反向做一些调节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力训 会让大家担心 就是说下游这部分 就是说它的毛利率比较低 进度障碍比较低的 这部分的一个产业 会受到红色供应链的 这部分的冲击 红色供应链抢单台厂 成为不容忽视课题 好在鸿海也启动转型策略 分析师看好中长期趋势 整体而言 台湾科技业第一波迎接各国 转单效益 第二波还有少中化 去中化商机 资金效益带动下 第一经投顾分析 台股七月挑战一万三千点 行情更至少延续到八月份 5G半导体IC设计 生计医药族群 都是值得留意肋骨 新谈电视 林家威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 接着带您看到 这一周的财经趋势等部 路透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法国官方已告知 你买华为5G设备的电信运营商 一旦该设备执照过期 将不能够更新 意味着二零二八年之前 实质上逐步淘汰在 法国5G中的华为设备 英特尔在法售会上坦承 七奈米卡关 推出时间至少延后六个月 并表示不排除采用应变方案 外包晶圆制造 消息激励台积电股价表现 尤其外资预期 英特尔7奈米最快 2022-2023年初才能推出 反观台积电3奈米时程超前 也拉大了两者的竞争差距 日本软银传出正寻求 出售旗下的晶片设计锯子安膜 或透过IPO方式将安膜分拆出去 现有最新消息指出 绘图晶片制造商 回答NVIDIA有意出手收购安膜 预计在8月18号 登上Windows PC平台的模拟飞行 2020将会以10张DVD光碟片 收录主程式内容 同时也确定会在开设官方 MOD商店搜集之后 更进一步公布最低的硬体需求 以及推荐硬体配置 新唐亚太电视 整理报道 苹果主力露气欧非公安 本周遭到美国商务部制裁 开场TPK GIF受贿 更详细的视频内容 收集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美中科技战再度升级 美国商务部20号提出 新一波的实体管制清单 中国最大触控面板业者欧非光 涉及新疆人权问题遭到制裁 专家分析美方制裁态势 逐步从电信领域扩及到了 其他零组件 台湾触控双雄 渴望顺势吃下苹果订单 美国商务部 即华为中心20号提出 新一波实体管制清单 点名11家中国企业 涉嫌配合中共当局侵犯人权 包括对新疆维吾尔族 强制收集精英 大规模拘留 强迫劳动 其中中国最大触控面板厂 欧非光旗下子公司 也在名单中 主活动能将明显受到影响 甚至被踢出苹果供应链 欧非光列入这个黑名单里的影响下 那势必会让 除了苹果以外 还有像三星 会加速 就是退出这个欧非光的产品 那反而让台湾的 像TPK或夜城这个 反而有比较好的一个转单的效应 那对于他们这个产业来讲 其实本来已经有 逐渐好转的一个 一个迹象了 那现在再加上这个转单的效应 它可能会让他们 加速他们这个 景气向上的一个情况 GIS是全球触控显示技术的领导厂商 台湾业者 TPK GIS 2019年对苹果出货占比 分别高达 百分之五十七点三零 与百分之八十一点五一 转单力多题材带动 两大公司 二十二号股价应声上涨 TPK上涨百分之零点五二 夜城更大涨 百分之三点八五 专家分析 美方逐步升级科技站脚步 制裁黑名单 从核心电信产业 正扩及AI业者 光学镜头厂甚至触控面板 零组建领域 仰赖红色供应链的台厂 将面对挑战 以欧美市场为主的业者 则是受惠 媒体报道引述业界说法认为近期红色供应链指标厂 力训动作频频 美方此时加大制裁力道 同时防范红色供应链势力作大 而苹果公司近期传出 要求多家台厂转进印度 试图加速分散供应链 新台电视 沈卫彤 台湾台北报道 继续来关心 在中共强加的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 赖姆公司 韩国Never集团 已经在七月初 将香港的备份资料伺服器 搬到了新加坡 这是首次有大型外国科技集团 因应港版国安法而撤离香港 有外面评论 在国安法冲击下 香港科技业恐将爆发 出走潮 路透社21号报道 通讯人体LINE的母公司 安国网络聚播Never集团 已经把设在香港的备份资料伺服器 喷迁到新加坡 并于七月初将储存在香港的资料 全部删除以保护用户 这是首次有大型外国科技集团 采取行动 因应港版国安法而撤离香港 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 香港网络被纳入中共审查机制中 企业可能被迫将私人用户的数据 移交给香港当局 提供中共审查 许多在港的科技公司 纷纷重新审视香港业务 彭博社21号报道 港版国安法大幅扩张当局 在网络的治安监管权限 香港企业面临海外客户排山倒海的表达忧虑 担心资料处理和网络服务受到影响 许多企业已开始研拟计划 重组业务已远离香港 报道中说 这可能预告脸书 推特和Google等网络拒播 也将做出类似决定 因为这些公司全都面临相同的不确定性 彭博社说 港版国安法对处理资料的科技公司 冲击特别大 有些外国云端服务提供商 拒绝与涉于香港的公司合作 与此同时 香港企业信心已陷入暗带 根据香港美国商会 最近一份调查显示 约有半数的美国企业人士 计划离开香港 新唐人海的电视 叶恩姐比一 接下来带您浏览 这一周的重要财经数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台湘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に 歡迎回來受到疫情影響 許多國際展覽紛紛取消 外貿協會就針對工業產品 打造了3D工業主題虛擬展覽館 讓國外買家不用出國 也可以720度觀看產品 增加台灣優良產品的能見度 受到疫情影響 許多展覽被迫延期和取消 泰國國際工業展 已經宣布延到9月 全球最大和挪威工業展 更是迎來73年首次停辦 為了協助台灣廠商突破重危 外貿協會積極打造線商服務 推出工業主題虛擬展覽館 讓國外買家不用出國也能順利其境 不斷地在擴充不斷地在精進 像今天推出這個就是用 用這個Web VR的方式 那也就是用360度環境 3D造模的方式 那這樣的方式就可以看到 產品的每一個角度 通常去展覽的話 應該一趟要二三十萬跑不掉 那透過這個虛擬展館 它會搭配泰國工業展 一起做一個廣告的投放 那就是即便我們人沒有去 我們的產品沒有去到泰國 可是我們一樣在當地 可以獲得一定的曝光度 這場工業虛擬展 共展出28家36件 台灣優良工業產品 搭配大數據分析 精準投放新買家造訪 不僅能省下出國參轉的費用 還能有效媒合賣家與買主 再透過精準的行銷 網路的行銷 把這個網站推廣 所以O2O是未來展展展展的常態 現在真正進入O2O的時代 外貿協會秘書長葉明水表示 配合不同國際大展 將推出全新的線上服務和產品 接下來將針對智慧醫療推廣 預計今年會舉辦 七十場以上的線上展覽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家瑋 張宇 如臺北報導 但您看到下週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七月三十號 美聯儲公布利率決議 七月三十號 蘋果公布財報 七月三十一號 歐元區第二季度GDP年度出值 七月三十一號 聯發科線上發售會 謝謝您收看這一週的財經趨勢4.0 我是趙婷玉 我們下週再見 未 đề 今晚 我們下週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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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